雨天紅燈前車流毀堵 交車卡在車陣中一動也不動 而白車駕駛似乎不滿等太久 竟然當街亮出開山刀 後方民眾全程目睹簡直嚇壞了 趕緊拿出手機拍下這驚悚畫面 事發在26號下午台北市寧波西街和和平西路口 駕駛的偷視行為恐怕已經為反釋違法 不過面對媒體的詢問 北市警方第一時間聲稱都沒有貨報 後來才對外發布消息 那晚就有接貨網路報案 只是在馬路上 火爆駕駛層出不窮 類似的案件也不止一起 日前同樣在台北市 就有多元計程車的司機 因為變換車道時被閃燈 竟然當街藍車還亮刀敲車 被一恐嚇和毀損罪寒送偵辦 而在新北市新店 也曾經有女駕駛載著小朋友 看見機車停在黃網線上 按喇叭示意卻導致騎士不滿 趁著紅燈時不僅邋遢車門 對方甚至還亮出西瓜到揮舞 讓車內的孩童嚇得嚎頭大哭 涉犯恐嚇罪 發生行車糾紛或是塞在車陣中 不少人沒有辦法控制情緒 儘管第一時間 目的並不是想要恐嚇對方 但衝動的行為 對中恐怕還是得要面對刑責 TV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